歡迎節目主持人 阿琳 余承慶 Ella 陳佳華 好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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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歡迎收看王子大約會 讓我們再一起吧 寶貝 你好帥 今天帥爆 你看今天兩個男主持人多好 對啊 來 讓我 跟你分享一個新的資訊 OK 阿琳哥 根據內政部統計顯示 30歲到39歲的未婚女性 今年高達61.8萬人次 比去年多出了2萬8千人 這件事情 咱們節目有責任啊 我們節目有責任啊 有啊 你是內政部部長啊 我不是部長 我只是部長兄部長腦 還部長眼咧 但是 國家興亡皮膚有責 你有沒有聽過 你是皮膚啊 對 我是皮膚 你看如果大家都可以跟我一樣 就是這樣結婚很幸福了 然後在身體狀況良好的時候 是個健康的碰瓦兒 為國家增產爆裹 你有聽過嗎 我覺得這個遠大的目標是很好啦 可是鼻子癢對不對 會不會責任跟壓力都太大了一點 哈琳哥 嗯 小酒你聽過吧 喝兩杯是嗎 不是 酒把刀先是 誰跟他酒 小酒啊 小酒哥說過一句話 他說 他說 說出來會給人家笑的夢想 才是真正的夢想 哇 所以我們 酒把刀很好笑對不對 是這個意思嗎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就是要 就是要有這樣子的夢想 去完成這件事情 幫助大家 夢想不怕誇張 對 好 我們要有這種責任 我們要歡迎 26位 永不放棄的女生存場 好 永不放棄 I want to be your girlfriend You're so fine I want you, mine you're so delicious I think I've got you all the time, you're so attentive 大家好 欢迎 有没有感觉很热血 有 不用那么热 我们是来运动比赛的 阿英哥还记得吗 我们在交朋友的 还记得吗 我们呢 节目有个新的企划叫 姗姗来迟 姗姗来迟 但今天呢 不完全是姗姗来迟 今天是姗姗来迟的暖身版 预热一下 对 今天很多新朋友 来 先介绍一下新朋友 罗拉 哈喽大家好 我叫罗拉 今年32岁 那我理想的30岁男生 是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 那至少具体来讲 这是55K 那希望说 可以交往的对象 是至少跟我一样 或是比我高一些 已经把单价定出来了 真的30岁以后 女生会更清楚 自己要什么 所以她可以很具体地 说出她的东西 好 这样也很好 来 来 请听另外一位 以萱 大家好 我是以萱 今年33岁 我觉得30岁的男生呢 应该要更有懂得体贴 因为已经不是之前的小男孩了 所以说我希望遇到事情的时候呢 是更多的包容 不要掉头就走 所以说如果之后 真的跟我吵架的话呢 我希望他可以留在我身边 抱着我一起处理问题 更有责任啦 对 感觉之前有碰到落袍的人 什么 我跟着我 这种真的很讨厌 对啊 好 今天来的男士们 是的 能够让大家满意吗 先来看看第一位王子的介绍 还蛮好笑的 我没有接过这种呢 好吧 看一下 大家好 我是李中勋 我是一个自动化程式工程师 凡是你们生活中所接触到的自动化的设备 我们都有设计 三年前我离开了竹科 回来逐步接手家里的事业 经过几年的努力 已经有了稳定的生活 我生命中的程式已经归后完成 只差一个关键的符号 那就是你 好 好可爱喔 这个今天第一位王子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为什么 为什么 恭喜你 也恭喜这个王子 你已经向幸福迈出第一步了 对不对 来 恭喜再货每一位 我们要开始了 好 好不好 这个事情我有亲身的体验 为什么 今年4月1号 愚人节我就接到一个这样的简讯 怎么关都关不掉 我花了几百点才把它点掉 而且花了好几天 因为我以为不要点它就没有了 所以它是病毒咯 它是病毒 就是愚人节在人家开玩笑 所以它是设计病毒的吗 对啊 很可恶 抓住病毒来 问他怎么样把病毒消灭 好不好 欢迎王子出场 欢迎 我们一开有一种大明星出来的感觉 有没有 戴着墨镜穿着风衣 我一看 哇 糖牛 有没有 有一点点像 你怎么会想到戴着墨镜啊 在学韩星 哦 学韩星啊 穿着风衣 这很有设计感的造型出现 好 你主要的工作内容 对啊 有些自动化的厂房 像郭台铭啊 他们有些厂房 他们要制作东西的时候 要制作手机的时候 是机器去做 不是人去做 那我们要把人的想法 告诉机器说我要怎么做 我们就是写程式的那种 你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手机 比如说第一步要先怎么样 第二步怎么样 然后你就把这个过程设计出来 是 是 那我们让他来自我介绍一下咯 来 各位公主好 我叫做李中勋 今年31岁 身高170 体重72 四字座O型 目前职业是自动化工程师 30岁的男生 绝对更懂得付出责任 和将来 如果我就是你在等的那个人 那就选我吧 让我当你的神奇宝贝 神奇宝贝啊 他前面讲的半天 最后一句破功 原来是很可爱的人 神奇宝贝 好 女生很开心的感觉 对啊 好 一切条件都有 就差那一张 小卡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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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找不到 找到了 今天新朋友比较多 很多要好好地找一下 来 请问一下 为什么是这位女孩呢 感觉吧 觉得就是我的菜子 好 你还要吃 那么各位女生 对于王子的第一印象如何 请选择 美败喔 美败喔 有没有 来 问问看 王子你好 我是雨萱 因为我本身比较喜欢 健壮跟高挑一点的男孩子 对 但王子你是很帅气 很可爱 但是我比较喜欢高一点的男孩子 这样 好 亮灯的朋友 好 来 子萱 王子你好 我觉得很是爱的 对 因为我觉得她 感觉就是很勾矣 可是在 就是勾矣之后就带点幽默 在最后面有个神奇宝贝 就是感觉她虽然30岁嘛 可是她还是有童心的感觉 对 什么面相都有了 对 对 你不错喔 你不错喔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啦 真的有点害羞 没关系 来 有 罗拉要说话了 王子你好 我是罗拉 那刚才出场的时候 其实我忽然好像看到 叫江南style 你要输啊 江南style 有幽默感 那从王子介绍的工作的神情 还有仪态当中 我是觉得王子是成熟稳重 但是不识幽默风趣 所以我留灯 谢谢 好 这个接下来我们要看看 王子的生活 同时我们也请王子放松一点 对 把你这个最好的一面 完全地表达出 让各位女生知道 好不好 来 我们看看 王子的生活 童心问你工程师 第一印象后 还有17个女孩亮着灯 但是常常发生在 王子身上的身高问题 还是出现啦 比较喜欢 在亲手女的高标准审视下 王子的生活之后 她会采遭滑铁炉 还是保有一线生机呢 寻找恋爱的机会吗 就在王子的约会 报名请至台式官方网站 下载报名表 或上王子的约会 Facebook粉丝团 我们在找的就是你 王子的约会 在一起吧 宝贝 车啊 2500cc 是啊 我的5000cc 哇 16000cc 16000cc